淘汰三大豪门。法国近20年三进决赛。冠军在向他们招手。 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,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进行,法国1比0击败比利时,高卢雄基率先杀入决赛。 淘汰赛中,法国连续击败阿根廷、乌拉圭、比利时三支夺冠热门,他们无愧第一热门。 近20年,法国三次杀入世界杯决赛。 从整体实力和状态来看,英格兰或者克罗地亚,恐怕不是法国的对手。 法国本来不是世界杯第一热门,当他们的状态循序渐进,以小组第一出现后,法国4比3强势击败阿根廷,高卢雄基展现了可怕的攻击力,姆巴佩一人打爆阿根廷防线。 但是,法国绝不仅仅只有姆巴佩一人,四分之一决赛,法国完胜乌拉圭,格列斯曼又站了出来,上演没开二度好戏,这只法国群星闪耀,总有人挺身而出。 今天,站出来的是乌姆弟弟,来自于巴萨的中后卫。 本届世界杯,巴萨后卫米娜已经打进三球,对阵比利时的关键战,轮到了乌姆弟弟挺身而出。 三场淘汰赛,法国连续击败阿根廷,乌拉圭和比利时三只夺冠热门,他们胜利的含金量很高,杀入决赛也是当之无愧。 从这一点来看,法国已经是夺冠大热。 近20年,法国三进世界杯决赛,1998年,法国在本土夺冠,他们决赛中3比0大胜巴西。 2006年,法国距离世界杯冠军很接近,但是其打内被红牌罚下,法国葬送好局,最终点球西败意大利。 如今,全新的法国重新崛起,他们将向队市第二座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。